槽框的这个间距大小会决定你的蜂皮造的整不整齐 所以这些间距是非常重要的话 哈喽大家我是谷牧 我们都知道活框养蜂 框梁的距离有时候会对我们的蜂群 造皮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还有就是蜂王爬皮也会产生影响 尤其是这段时间有很多蜂友跟我说 为什么他家槽鼠的时候 蜂群不在槽鼠上造皮 而是造了个岔皮在框梁的边缘 那这是什么情况 通常来讲如果你的槽鼠蜂群不喜欢 他就会这样子 但是很多人并不是因为槽鼠的问题 是因为他的框距出了问题 什么是框距 两个框中间的内空 那这个距离是有什么来决定的 是有这个框梁的宽度来决定的 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目前中风用的比较多的 宽梁的宽度大概在 25毫米到28毫米之间 有少部分地区的人可能会用到32 这个是少量的 那这些宽梁的宽度就决定了两框之间的距离 如果你的宽梁宽度是合适的 那你的这个风群造的皮就工整 我们后续管理也会更加的方便 那我们现在就来带大家现场看一下 我的风群宽与宽的距离是多少 用个卷尺来给大家测试一下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槽宽的间距多少比较好 放个卷尺来量比较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槽宽 它的宽度大概在26左右 那它的间距是多少 8到10毫米之间 不要超过12 这最边上这边可以略微的宽一点点 但是也不要宽的太宽 如果你的槽距拉得太过宽的话 后果就是它会在边上造皮 这些皮就没办法造工整 明白吧 我们待会来看一下这些皮 到底造的工不工整 风群比较薄 它就不容易遮人 这个是常识来的 现在我们能看到目前的粉皮 这个纸 这些是很整齐的 我一般给它装这个槽框的时候 我会在它两边 装槽桃的给它流出口子来 现在已经起了雄风 其实另外一张皮里面 它已经出了雄风了 看到没有 不要见到雄风就把它干掉 这样你养不好防的 这些纸是很健康的 我们看到它龟裂状 但是已经有点花籽现象 这个花籽不是病 看它的纸健不健康 如果幼虫是乳白色的 里面的王将是乳白色的 那说明这个风是健康的 看过刚才的视频 我相信你应该已经知道了 框梁的距离是要灵活变动的 不管是大流密也好 繁风期间也好 框梁既不能够过大 也不能够过小 如果过度的宽阔 会影响到风群造皮 容易造岔皮 也不利风芒寻皮 当然了 过载也不行 过载的话 出纸都出不了 甚至可能会造成 我们的风群 出的纸特别的短 因为它槽皮 没办法加高 那本期的视频到这里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